我們的Networking就是 整個銷售網路在全球是有78個國家 那只要的核心是 比較高所得的會是在 北美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那比較穩定式的卓之的是在日本 日本的收益性的話 是比較穩定的 整個房子的價格都比較健康 那比較有潛力的是東南亞 東南亞的話因為它的基期比較低 然後加上RCEP在今年都會跟著上來 那它的基礎建設也正在發展 所以東南亞的話是比較有增值的潛力 那我們選擇就是會考慮的就是 它好租出去的 能夠租的一個報酬力要高於日本的 然後未來它整個經濟的發展 能夠持續往上提升 比如它經濟的發展潛力在6%以上的 那隨著經濟的一個發展 它的房地產也會跟著增值